哎呀 哎 对呀 人都力量大 咱们杀的小鬼子屁家不溜 走 好 走 跟上 走 跟上 让你 inches 熊 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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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開 太局 什么你干了 我们是警察局好弹长 派来帮助你们守卫仓库的 守卫仓库 你去把周翻译官叫出来 就我什么都明白了 等一下 是你啊 半夜三更都不睡觉 跑这儿想什么呢 怎么了 志全 我想了很多 很多很多 很多 你想了很多什么 你干吗 干吗这样看着我 我在想 万一我又不在了 你一个人这么生活 你胡说些什么呀 什么在和不在的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啊 我又不是在那里 我又不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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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又不在了 你们来了 谁是带队的呀 我是 你怎么那么脸熟啊 你不是好探长的未婚妻吗 是啊 我现在就来请你喝喜酒啊 到底 到底怎么了妈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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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雪儿 你别哭了 你这一哭我这心里就更慌了 那到底怎么了 你说你说嘛 没什么 你放心吧 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那你刚才 我是说外衣 我说的是外衣 哪有那么多外衣啊 好了 好了 好了啊 这不是居安思危吗 人越是在顺利的时候 也就越快要倒霉了 越是在飞黄腾达的时候 也就快要一落千丈了 失败和成功 这是一对孪生兄弟 你没听古人云吗 福兮祸所依 祸兮福所福嘛 好 好 好了 好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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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安妍 找什么 TNT TNT 高爆炸药 对 我们现在有任务很需要的 找到了吗 没有 看来我们只能想其他的办法了 看见那间大房子吗 我又不瞎 我劝你最好从十少来 如果你进了那间大房子 你会后悔的 它是阎王殿还是十八层地狱 这世上有卖后悔药的吗 这么说你是要一一孤行浪 送我进去吧 好 好 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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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这只不够 就要生气了 交通 放车 一下 祝材 你说什么 来 终于来残库被袭击了 志青 真的是太谢谢你了 谢我 谢我 你还不要我呀 这 统一战线吴小事 如果我要了你 被那位蒋委员长知道了 肯定会怪罪我们共产党人挖墙脚 这样是很不利于国共合作的 再说了 你像今天这样做不是也很好吗 我们可以协同作战呀 我说过了 早晚有一天我会和你们在一起的 你现在不是已经跟我们在一起了吗 对呀 鈦文长 报告 鈦文长 现场我看着过了 很惨 韩盈 我告诉你 送我礼物的那个人 我相信我已经找到了 谁呀 谁让你们穿上警察的衣服 去袭击日军的中转仓库 就是谁 你要这么说可就太笼统了 为什么 我们的行动 都是通过党组织一层层批准的 谁知道你说的是谁呀 好了好了不要再胡思乱想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我的失职 我愿意接受一切责任 一切责任 承担一切责任的结果就是欺负自己 向天皇赏罪 不 我现在绝对不能欺负自己 为什么 你怕死吗 死我并不怕 自从我穿上大日本黄金军装的那时起 我的这条命已经不再属于自己 而属于天皇和大日本皇军 如果他们需要 施元愿意时时刻刻加以奉献 可眼下天皇和军部 以及帝国都在等待八二一行动计划的顺利实施 我只能先完成这个监局的任务 然后才能接受您的处罚 沈远 你很会说话呀 那好 这笔账我给你记着 等完成的八二一计划 我再跟你算账 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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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这么看我 紧张什么呀 你这么看我 我能不紧张吗 紧张就能解决我们俩的问题吗 咱俩还问你 忘了你说的话了 打我 那你得让我把这点东西吃完了再打呀 少吃一顿 饿不死你 走吧 真要打 哪来那么多废话呀 走 来 走 来 站好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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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掌管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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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真的是万事俱备 只剩开咽了 我已经检查三遍了 不行 再查三遍 有这个必要吗 只要是没有开咽 什么可能都会发生 一定要一查再查 不能出现任何纰漏 快去 是 你领我到这来不是为了赏核花的吧 赏花也怎么样啊 你今天怎么了 高兴啊 你想知道我为什么高兴吗 拜托 我还没吃饱呢 那撑得没事干呢 不想听啊 必须听 好 我听 惹不起你 别有笑话调的啊 我可是认真的 没有啊 我这不正洗耳工听的吗 好 那你实事求是的回答我两个问题 好 求是 我一定求是 我问你 你认识一个叫韩英的吗 你说谁 韩英 韩英 我当然认识了 你真的认识她 我整天看她的照片 你说我能不认识她吗 看照片 韩英是共产党游击队的队长 是皇军重金悬赏的要贩 谁要是能抓住韩英 那是五万现大洋啊 堆起来就会像一座小山 可是我好一男命不犯财 没这福气 所以老天爷一直没让我碰见她 这韩英 让我想得头疼 你不是还有第二个问题吗 怎么不问了 我看是算了吧 别啊 说出来的话怎么能收回去呢 那好 我问你 你是不是托人给什么人烧去了什么礼物 什么礼物 一个大头女娃 这个嘛 肯定不是你 何以见得 就你 你也不看看你的尊荣 尊荣怎么了 挺帅的 呸 你能不能不这样啊 不愿意 关不着 你站住 是她让你站住了 你也有这个 是吧 这个 是我的最爱 老师 是吧 司官长 您这是怎么了 是不是 松本司令长官 我怎么论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821行动计划 821行动计划 不是进行的空前顺利 万无一失了吗 谁说的 谁说的现在万无一失了 这 昨天晚上 我们的武器弹药中转仓库被偷袭 三十六名帝国兄弟命负荒泉 我最担心的人物 终于出现了 您说的是共产党的游击队 这才是我们最强悍 最凶猛 最难以取生的对手 还有那个指纹齐声 不见其影的 言和一号 这对我们来说 是眼中钉 是最最致命的威胁 言和一号 此人在我们军部情报首脑机关 早已如雷贯耳 榜上有名 土肥原总长多次指出 这个言和一号 能顶上我们帝国十万精兵 我们几次重大的决策和行动的情报 就是被他窃取去 并公布于世界 令我们帝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和耻辱 这次他能够出现在这里 说明什么 说明 中共决策人物对这里所发生的事件 高度的重视的程度 而这个事件 也只有我们的八二一行动计划 才能够达到引起他们兴趣的理由 言和一号真这么厉害 我没有理由去找他人自己 宁愿自己威风 我持约一郎 能够跟这个言和一号白白手腕较量一般 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 即便我倒在他的脚下 那也是我的光荣 那 我们该怎么办 兵来将党 水来吐吞 蕙惠 你马上去极关山坐镇在那里 全体士兵立即进入临阵状态 蕙惠 你给我听清了 你必须用你的人头来担保 没有我的亲口命令 任何人下命令 你都不许动一兵一族 我再说一遍 没有我的亲口命令 任何人下命令 你都不许动一兵一族 如果 如果是松本司令长官下的命令呢 我已经说过了 任何人 当然也包括他 可我 可我 怕戴上违抗军令的帽子 军阀从事 你只管往我身上推 任何责任我来承担 去吧 你管什么事 没关系 我管他 我家教你 是什么事 不许动 好 浩团长 您可回来了 又怎么了 日本黄军那儿又好像派下来了什么任务 那位胡局长找不到您 正在办公室里发火呢 把他给我找回来 一定要把他给我找回来 他总不会钻击号送吧 不用找了 你们去吧 我回来了 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你闭嘴 这怎么跟我说话呢 是你是局长啊 还说我是局长 我这么跟你说话算客气的 你说谁钻耗子洞里去了 我这不是着急吗 你是屎顶门了还是被狗咬了 是老婆生孩子难产呢 还是花椒来了新花跑了 这都不是 那是什么呀 是池原机关长命令我们到他那儿去开会 开会 今天想要你们两个来 只有一个内容 只有一个内容 TNT TNT 没错 就是TNT 昨天晚上 我们的武器中转仓库被偷袭 偷袭者 除了窃取我们的枪支弹药武装自己外 最关键的 他们在寻找TNT 万幸的事 他们并没有得手 这是不幸中之万幸更是侥幸 据我的内线所传过来的情报 中共地下党的游击队 近期将有重大的行动 而这个TNT 就是这次行动中的主角 他们是要炸毁什么重要目标吗 会不会这目标 是我呀 这些都完全有可能 那 那我可怎么办 我 我藏到什么地方 会更安全呢 要想保住我们自己的办法 只有一个 切断他们得到TNT的来源 让他们 巧妇难为五米之翠 现在看来 搞到TNT就成了重中之重了 搞到TNT就成了重中之重了 银河一号截获的池原所拟定的821行动计划的秘密 延安总部已经破解了 所谓821行动计划 就是要在八月二十一号这一天 日口要把从德国购买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从这里运往前线并且投入使用 这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旦投入使用 对我抗日居民 乃至于中华民族都是灾难性的 所以延安总部命令我们 务必在二十号之前将其摧毁 今天已经十八号了 临上级要求我们完成任务的日子 就差两天了 我们身上的担子不轻啊 就是天塌地线 我们也一定要完成任务 好 我将指令利剑同志全力配合你们 有了利剑同志的配合 我们完成任务就更有把握了 这人呢这 小丹 小丹 我的姑奶奶 你总算回来了 怎么了 唐琳娜有消息了 她在哪儿 她那天去了翠叶楼 倚着央求宝娘 让她当了妓女 当那晚上她就去了浅兵队 可结果 她中了水那圈套 琳娜被捕了 唐琳娜被捕以后 她可造了大罪了 她被击是个日本鬼子 她被关在哪儿 她和黄医生一起 被关在宪兵队的牢里 水根 把咱们所有的人给我集合起来 你要干什么 明天晚上突袭日口的仙兵队 把灶坛琳娜的日本鬼子 全部给我杀掉 一定要把琳娜和黄先生给我救出来 这恐怕不妥吧 怎么不妥了 咱们就这么十几个人 突袭日本仙兵队 这就好比 把鸡蛋往石头上撞 好不容易收拢的这点夹点 也会丧失待尽的 反正 我们不能只为两个人 而把我们整个人马 往虎口中送 那你拿和黄先生就不救了吗 看机会吧 反正 我不同意 这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我想兄弟们 他们也不会答应的 唉 уйте 淼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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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总算醒了 这些禽兽不如的小鬼子 如果能活着出去 我就把他们全宰了 给你报仇 洪先生 我 我什么都没说 丽娜 你是好样人 我是好样人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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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启动 第二号 言和一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现在命令你 把所有的T&D都集中起来 送到你们先兵队 二十四小时严加看护 我是石元 我刚刚接到港村总司令的电话 立即把胡亦凡送到武汉总司令部 为什么把胡亦凡送到武汉 执行命令 是 胡局长 从现在起 你的安全就交给日本人负责了 错 应该是由黄军负责了 对 是黄军 兄弟 告辞了 告辞 老胖 再给我换一条领带 这条太老气了这个 换换换 换你个头啊 换得多少条了 不就吃个饭吗 搞得那么心事动中 你轻点你 勒死我啊你 这可不是一顿普普通通的饭 这顿饭我要是吃好了 它可关系到我的命运 看吧你美的 今天的主角是大姐 你充气量也就是个陪做的份 这你就不知道了 角色有时候是可以互换的 怎么 你还想抢了大姐的风头 大姐她不会喝酒 我是想替她敬几杯酒 这怎么是抢她的风头呢 那我可得盯住你几句啊 大姐跟池原夫妇是老同家 人家在说话的时候呢 你尽量不要插嘴 喝酒的时候要有风度 更不能喝醉了 要是你出洋相的话 那丢的可是大姐的脸 知道了吗 放心吧 你老公不会傻到那个份上 说实话 你们吃这顿饭啊 真让我不放心 放心吧 老婆 我走了 我走了 等等 我送你 请您换件衣服吧 为什么要换衣服啊 参加老同学的聚会 穿军装 有些太过严肃 而且我怕智柔 她会胡想联翩 这样会影响整个气氛 还是夫人想得周到 我换 不过不是这套 这件不是挺好吗 去 把我那套和服拿来 怎么 和服是我大和民族的象征 在穿衣戴帽方面 也是一种民族精神的较量 较量 您总是想着较量 不较量又怎么征服呢 可 可征服了吗 正是因为还没有征服 所以我们还需要继续较量 好 我这就去给您拿 好 军人已服从命令为天制 我当然是全听你的了 听我的 是啊 您吃我头啊 先是英雄救美 然后是以身相许 真的 行行行 让我一脸 我 走啊 你们不去 我一个人去